第十四回 桃花岛主 额奖 杨海东 只见五男一女走进京来 却是江南六怪 他们自北南来 离故乡日静 彻前经过太湖 会有江湖人物上船来殷勤接待 六怪离乡已久 不明江南武林现状 当下也不显示自己身份 只朱葱用江湖切口与他们对答了几句 上传来的原来是归音庄统下的张寨主 他奉了陆冠英之命 在湖上迎下老庄主的罪头 听着哨探的小罗罗 保持江南六怪形象奇异 身邪兵刃 料想必是庄主等候之人 心中又是忌惮 又是艳恨 迎接六人锦庄 郭静陡然见到六位师傅 大喜过望 抢出去跪倒磕头 叫道 大师傅 二师傅 三师傅 四师傅 六师傅 七师傅 你们都来了 那真好极了 他把六位师傅一一叫道 未免啰嗦 然予以诚挚 显示十分欣喜 六怪虽然恼怒郭静 随黄荣而去 但毕竟对他甚是钟爱 出其不意的在此相逢 心头一喜 原来的气恼不由得消了大半 韩宝居骂道 小的 你那小妖精呢 韩笑迎眼间 一见到黄荣身穿男装坐在席上 啦啦啦韩宝居的衣襟 鼻声道 这些事慢慢再说 陆庄主本也以为对头到了 眼见的六人并不相识 郭静又叫他们师傅 当即宽心 公寿说道 在下最上有病 不能起立 请各位恕罪 盲病庄客再开一席酒宴 郭静说了六位师傅的名头 陆庄主大喜 道 在下酒闻六侠英明 今日相见 姓何如智 神态着实亲热 那求仙人却大啦啦的坐在首席 听到六怪的名字 只微微一笑 自顾饮酒吃菜 韩宝居第一位有气 问道 这位是谁啊 陆庄主道 好笑六侠欢喜 这位是当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前辈高人 六侠吃了一惊 韩宝居 道 是桃花岛黄药师 韩宝居 道 莫非是九指神盖 陆庄主道 偷不是 这位是铁场水上飘 求老前辈 可这恶惊道 是求千任老前辈 求千任仰天大笑 神情甚是得意 这时庄客已开了宴席 六拐依次就座 郭靖也去师父一席工作 拉黄荣童去时 黄荣却笑着摇头 不肯和六拐同席 陆庄主笑道 我只到郭老弟不会武功 哪知就是名门弟子 两股身藏若虚 在下真是走眼了 郭靖站起身来 说道 弟子一点微末功夫 受师父们教诲 不敢在人前宣誓 请庄主恕罪 柯靖恶听了两人对答 知道郭靖懂得谦意 心吓也自欢喜 秋千任道 六拐也算的是江南武林的成名人物了 老夫正有一件大事 能跟六拐相助 那就更好 陆庄主道 刘伟进来时 求老前辈正想说这件事 见下就请老前辈指点名路吧 秋千任道 咱们身在武林 最要紧的是侠义为怀 救命极苦 见下连见金国大兵指南下 宋朝要是不知好歹 不肯详顺 找起兵来 不知要杀伤多少生命 长言道说得好 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老夫这番难来 就是要联络江南豪杰 响应金兵 好叫宋朝眼看内外夹公 无能为力 就此不战而降 这件大事一成 岂别说功名富贵 但是天下百姓感恩戴德 连不枉了咱们一副好身手 不枉了侠义二字 此言一出 江南六怪勃然变色 韩氏兄妹历时就要发作 拳心发作在两人之间 双手分拉他们一惊 眼睛向陆庄主一瞟 示意看主人如何说话 陆庄主对求先任本来佩服的五体投地 忽然听他说出这番话来 不仅大为惊讶 裴笑道 晚辈虽然不孝 身在逃猛 但忠义之心未敢祸望 金兵既要南下夺我江山 害我百姓 晚辈必当追随江南豪杰 誓死与之周旋 老前辈是才所说 想是故意试探晚辈来着 周先任道 老弟怎的目光如此短浅 相助朝廷抗金有何好处 最多是个岳武幕 也只落得风波亭惨死啊 陆庄主惊怒骄蹦 人们指望他出手相助对付黑风双杀 哪知他空腹绝迹 为人却这般无止 袍袖一服 令人说道 晚辈今日有对头下来寻仇 本望老前辈仗里相助 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 晚辈就是静雪见地 也不敢有劳大驾 请罢 双手一拱 竟是立即逐客 江南六怪与郭靖黄荣听了 都是暗暗佩服 周全任微笑不语 左手握住酒杯 右手两指捏着杯口 扶住团团旋转 突然右手平身向外挥出 掌援击在杯口 拖了一声 一颗高约半寸的瓷圈飞了出去 跌落在桌面之上 他左手将酒杯放在桌中 只见杯口平整整的矮了一截 原来竟以内宫将酒杯削去了一圈 击碎酒杯不难 但局长军辉竟将酒杯如此平整光滑的切了两截 功力时势深到了极处 陆庄主知他 侠义相邪 正自陈吟对付之策 那边早恼了马王神韩宝鞠 他一跃离错 站在极前 叫道 无耻老匹夫 你我来见个高下吧 求先任说道 求闻江南七怪的名头 今日正好试试真假 六万一七上吧 陆庄主知道 韩宝鞠和他武功相差太远 听他叫六人齐上 正合心意 忙道 江南六侠上来齐进齐退 对敌一人是六个人 对敌千军万马也只是六个人 将来没哪一位肯落后的 朱聪知他言中之意 叫 好 我六兄弟 今日就来会会你这武林中的成名人物 首一摆 五怪一击离错 求先任站起身来 端了原来坐的那张椅子 缓步走到庭心 将一放下坐了下去 右族架在左族之上 不住摇晃 不动声色的道 老夫就坐着和各位玩玩 可真恶等 道出了一口良气 君知此人若非有绝境武功 怎敢如此多大 国境见过求先任诸帮古怪本事 直到六位师父绝非敌手 自己身受师父重恩 岂能不先挡一阵 虽然一动手 自己非死即伤 但事到临头 绝不能自习其身 当下急步抢在六怪之前 将求先任抱拳说道 晚辈就向老前辈讨教起招 求先任一正 仰起了头哈哈大笑 说道 父母仰你不义 你这条小命何苦松在此地 可真恶等急声叫道 锦儿走开 国境怕众师父拦阻 不敢多言 左腿微屈 右手画个圆圈 呼得一掌推出 这一招 正是翔翁十八掌中的抗龙有悔 经过这些十月的不断苦练 比之洪击公出传之时 威力已强了不少 求先任见寒宝区跃出之时 功夫也不如何高强 心想 他们的弟子更属寻常 哪知他这一掌打来 事到竟这般强劲 双足几点 越在半空 这听咔嚓一声 他所坐的那张紫檀木椅子 已被郭靖一掌打塌 求先任落下地来 神色间竟有三分狼狈 怒吼 小子无礼 郭靖存着忌惮之心 不敢跟着进击 说道 请老前辈赐教 慌容存心要扰乱求先任心神 叫道 靖哥哥 别跟着糟了头子客气 求先任成名以来 只敢当面呼他糟了头子 大怒之下 便要纵身过去发掌相机 但转念想起自己的身份 冷笑一声 牵出右手虚掩 再发左手磨眉掌 见郭靖侧身闪避 引手力时勾拿回撤 磨眉掌顺手搏进 转身坐盘 右手迅急挑出 一片塌掌 黄龙叫道 那有什么稀奇 这是聪明六合掌中的孤雁出群 求先任这套掌法 正是通臂六合掌 那是从通臂五行掌中变化出来 招数虽然不齐 他却已在这套掌法上 花了数十年寒数之功 所谓通臂 乃双臂冠为一进之意 倒不是真的左臂可伸至右臂 右臂可缩至左臂 郭靖见他右手发出 左手往右手冠进 左手随发之时 右手往回带撤 一层左手之力 庄手却有相互应援 连环不断之巧 一来见过他诸弯奇迹 二来应敌时实践不足 倾吓怯了 不敢还手招架 只得连连倒退 秋千任心道 这少年一掌碎椅 原来只是力大 武功平常的锦 当下川掌闪踢 辽阴掌 跨火登山 越打越是精神 黄荣见郭靖要拜 心中焦急 走近他身边 只要他一遇显招 立时上前相助 郭靖闪开对方斜身登足 天眼只见黄荣脸色有意 大见关切 心神烧分 秋千任得势不容情 一招白蛇吐信 啪的一掌 平平正正的击在郭靖胸口之上 黄荣和江南六怪 陆氏父子齐声惊呼 心想 以他功力之深 这一掌正好击在胸口要害 郭靖不死避伤 郭靖吃了这掌 也是大惊失色 但双臂一震 胸口竟不敢如何疼痛 不仅大惑不解 黄荣见他突然发愣 以为必是被这死老头的掌力振晕了 忙纵神上前扶住 叫道 靖哥哥 你怎样 心中一急 两道泪水流了下来 郭靖怯道 没事 我再试试 挺起胸膛 走到球千任面前 叫道 你是铁掌老英雄 再打我一掌 球千任大怒 运尽使力 啪的一声 又在郭靖胸口打了一掌 郭靖哈哈大笑 叫道 师父 荣耳 吃老儿武功稀松平常 他不打我倒也罢了 打我一掌 却露了底子 一语方毕 左臂横扫 逼到球千任的身前 叫道 你也吃我一掌 球千任见他左臂扫来 口中却说 吃我一掌 心道 你臂中套拳 谁不知道 装手搂槐来撞他左臂 哪知郭靖这招龙战于野 是降龙十八掌中十分奥妙的功夫 左臂右掌 军士可时可需 飞鞠一格 眼见敌人挡他左臂 右掌呼起 也是砰的一声 正激在他右臂连胸之处 球千任的身子 如指鸳断线般直向门外飞去 中人惊叫声中 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人 伸手抓住球千任的衣领 大踏步走进厅来 将他在地上一放 凝然而立 脸上冷冷的全无笑容 众人瞧着人时 只见他长发披肩 抬头仰天 正是铁石眉朝风 众人心头一寒 就见他身后还跟着一人 那人身材高瘦 身穿青色布袍 脸色古怪之极 两颗眼珠似乎上能微微转动 除此之外 肌肉口鼻 进阶僵硬炉木石 只是一个死人头 装在忽然的躯体上 令人一见之下 正是一阵凉气 从背脊上直冷下来 人人的目光 与正常两孔相处 便都不敢再看 历史将头转开 心中怦然而动 陆庄主万了不到 球千任名满天下 口出大言 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本事又好气又好笑 忽见梅朝风 莫得到来 心中更是一股 疏不出的滋味 完颜康见到师父 心中大喜 尚行再见 众人见他二人 竟以师徒相称 君感诧异 陆庄主双手一拱 说道 梅师姐 二十年前一别 今日 中又重会 陈师哥可好 六怪与郭靖 听他叫梅朝风 一师姐 正是面面相去 无不领难 可这恶心道 今日我们落入了圈头 梅朝风一人 已不亦敌 何况 更有他的师弟 黄荣却是暗暗点头 这庄主的武功为学 谈吐行事 无一不是学我爹爹 我早就疑心 他与我家 必有什么渊源 果然是我爹爹的弟子 梅朝风冷然道 说话的 可是陆成风陆师弟 陆庄主道 正是兄弟 师姐别来无恙 梅朝风道 说什么别来无恙 我双问一忙 你瞧不出来吗 你玄风师哥 也早给人害死了 这可称你的心意嘛 陆成风又惊又喜 惊得是黑风 双煞横行天下 才会栽在敌人手里 喜得是墙里少了一个 而剩下的 亦是双目以盲 但想到昔日桃花岛 同门学义的情形 不仅他了一口气 说道 害死陈师哥的对头是谁 师姐可报了仇吗 梅朝风道 我正在到处找寻他们 路成风道 小弟当得相助一臂之力 在报了本门烟筹之后 咱们再来清算你我的旧账 梅朝风哼了一声 韩宝鞠拍出而起 大嚷 梅朝风 你的仇下就在这里 便要向梅朝风扑去 拳金发急忙伸手拉住 梅朝风闻声一呆 说道 你 你 求千人被锅盈一拳 打得痛彻心肺 这时才疼痛见止 拉人说道 说什么报仇算账 连自己师父给人害死了都不知道 还撑哪一门子的英雄好汉 梅朝风一翻手 抓住他手腕 贺道 你说什么 求千人被他握得痛入骨髓 急道 快放手 梅朝风毫不理会 这是贺道 你说什么 求千人道 桃花岛主黄耀师给人害死了 陆成风惊道 你这话可真 求千人道 为什么不真 黄耀师是被王重阳门下全真妻子围攻而死的 他此言一出 梅朝风与陆成风放声大哭 黄荣咕咚一声 连以待人仰天跌倒 晕了过去 主人本来不信黄耀师绝世武功 竟会被人害死 但听的是被全真妻子围攻 这才不由的不信 以马玉九手机 王楚一众人之能 合力对付 黄耀师多半难以敌 郭靖忙抱起黄荣 脸叫 荣儿 醒来 见他脸色惨白 气弱油丝 心中黄疾 大叫 师父 师父 快救救他 竹松过来一谈他鼻息 说道 别怕 这只是一时悲痛过度 昏厥过去 死不了 约理在他掌心 劳功穴揉了几下 黄荣悠悠醒来 大哭叫道 爹爹呢 爹爹 我要爹爹 陆成风 插耳一场 随意醒悟 他若不是师父的女儿 怎会知道 酒花一路完 他累很满面 大声叫道 小师妹 咱们去跟全真教的贼盗们拼了 黎朝风 你去也不去 你不去 我就先跟你拼了 都是你不好 害死了恩师 陆冠英见爹爹 悲痛之下 与我轮刺 忙扶着了他 劝道 爹爹 你起莫悲伤 咱们从长计议 陆成风大声哭吐 裴朝风 你这贼婆呢 害得我好苦 你不要脸偷汉那也罢了 干嘛要偷师父的九云真经 师父一怒之下 叫我们师兄弟四人 一起振断绞筋 逐出桃花桃 我只盼师父 忠肯回心转意 连我受你们两个牵累 重行收归师门 现今他老人家世事 我是终身遗恨 再无指望的了 梅朝风骂道 我从前骂你没有志气 此时仍要骂你没有志气 你三三四四 要人来和我夫妇为难 必得我夫妇无地容身 这才会在蒙古大漠遭难 眼下你不记忆 如何报复害事大仇 却苦苦提起的 跟我算旧账 咱们找那七个贼道去啊 你走不动 我背你去 黄荣却只是哭叫 爹爹 我要爹爹 朱松说道 咱们先问问清楚 走到囚犬人面前 在他身上拍了几家归图 说道 小徒物知 多有冒犯 请老前辈恕罪 囚犬人怒道 我年老眼花 一个失手 这不算数 再来比过 朱松轻拍他的肩膀 在他左手上握了一握 笑道 老前辈功夫高门的紧 不必再比了 一笑归座 左手拿了一支酒杯 右手两指捏住杯口 不住团团旋转 突然右手平掌将外挥出 掌援击在杯口 拖的一声响 一个高约半寸的瓷圈 杯枪出去 落在桌面 他左手将酒杯放在桌上 只见杯口 平平整整的矮了一截 左手手法 即和囚犬人适才一模一样 众人无不惊讶 朱松笑道 老前辈功夫管了得 给晚辈偷了招来 得罪得罪 多谢多谢 囚犬人历史变色 众人已知必有蹊跷 但一时却看不透 这中间的机关 朱松叫道 静儿过来 师父教你这个本事 以后你可去吓人骗人 郭靖走进身去 朱松从左手中指上 注下一枚戒指 说道 这是囚老前辈的 刚才我借了过来 你戴上 囚犬人又惊又气 却不懂 明明戴在自己手上的戒指 怎会变到了他的手指上 郭靖一言戴了戒指 朱松道 这戒指上有一列金刚石 最是坚硬不过 你用力握紧酒杯 将金刚石抵在杯上 然后以右手转动酒杯 郭靖照他吩咐做了 客人这时俊一了然 陆冠英等不仅笑出声来 郭靖身右掌在杯口轻轻一击 一圈杯口果然应手而落 原来戒指上的金刚石 已在杯口画了一道极深的印痕 哪里是什么精湛的内功了 黄荣看得有趣 不觉破体微笑 但想到父亲又哀哀的哭了起来 朱松道 姑娘起没就哭 这位囚老前辈很爱骗人 他的话呀 未必很香 黄荣愕然不解 朱松教导 令尊黄老先生武功盖世 怎会被人害死 再说 前臣妻子都是规规矩矩的人物 又与令尊没仇 怎会打将起来 黄荣提到 定是为了邱楚基这些牛皮子道士的师叔周伯通 朱松道 怎样 黄荣哭道 你不知道的 以他聪明激情 本不至轻信人言 但一来 妇女骨肉观星 二来黄荣哭师和周伯通之间 却有重大过节 陈真妻子要围攻他父亲 实不由他不信 朱松道 不管怎样 我总说 这个糟了头子的话 有点臭 黄荣道 你说他是放 放 朱松一本正经的道 不错 是放屁 他一秀里 还有这许多鬼鬼祟祟的东西 你来猜猜 是干什么用的 当下一件件的摸了出来 放在桌上 尖是两块砖头 一扎附得紧紧的干毛 一块火绒 一把火刀和一块火石 黄荣拿起砖头一捏 那砖硬手而碎 只用力搓了几搓 砖头成为碎粉 他听了朱松刚才开导 悲痛执心大姐 这时 叫声双叶 说道 这砖头是面粉做的 刚才 他还露一手 捏砖成粉的上乘内功呢 球前任一张老脸 一壶青 一壶白 无地自容 他本想捏造黄药师的死讯 乘乱溜走 拿着自己陷入耳目的手法 竟被朱松拆穿 当即袖袍一服 转身走出 梅昭峰反手抓住 将他往地下摔落 喝倒 你说我恩师是事 到底是真是假 这一摔尽力好大 球前任痛得哼哼唧唧 半赏说不出话来 黄荣见那做干毛头上 有烧焦了的痕迹 正时醒悟 说道 二师傅 你把这素干毛 点燃了藏在袖里 然后吸一口 喷一口 江南六怪对黄荣 本来颇有芥蒂 但此刻 齐心对付球先任 变成了迪凯同仇 朱松拼洗黄荣 雕酸古怪 很合自己脾气 听着他一句 二师傅叫出了口 更是喜欢 当即一言而行 还闭了眼 摇头晃脑 神色俨然 黄荣拍手笑道 静哥哥 咱们刚才进了 糟老头子连内功 不就是这样吗 走到球先任身旁 笑意的道 起来吧 伸手掺他起来 突然 左手清灰 一用兰花扶穴手 扶中了他背后 第五锥结下的 神造穴 喝道 到底我爹爹 有没有死 你说他死 我去要你的命 一翻手 明晃晃的峨眉钢刺 已比在他胸口 众人听了他的问话 都觉得好笑 随时问他讯息 却又不许他 说黄老师真的死了 球先任指觉身上 一阵酸一阵痒 难过之急 颤声道 只怕没死 也未可知啊 黄荣笑出颜开 说道 这还像话 就饶了你 在他缺盆穴上 捏了几把 解开了他的穴道 陆成风心想 小师妹问话 一厢情愿 不在要里 当下问道 你说我师父 被全人妻子害死 是你亲眼见到的呢 还是传闻 球先任道 是听人说的 陆成风道 谁说的 球先任沉连了一下 道 是红奇功 黄荣急道 哪一天说的 球先任道 一个月之前 黄荣问道 奇功在什么地方 对你说的 球先任道 在太陈饼上 我跟他比武 他输了给我 无意间说起这回事 黄荣大急 纵上前去 左手抓住他胸口 右手拔下了他一小把胡子 结结而笑 说道 奇功会输给你这糟老头子 雷师姐 陆师兄 别听他放 他女孩家粗话 竟说不出口 朱松接口道 放上奶人的臭狗屁 黄荣道 一个月之前 红奇功明明跟我和静哥哥在一起 静哥哥 你再给这一掌 郭静道 好 众生就要上前 秋千任大惊 转身就逃 他见梅超峰守在门口 当下 反向离走 陆冠英上前拦阻 被他出手一推 一个亮枪 跌了开去 据知 秋千任虽然七师道明 但究竟也有些真实武功 要不然哪敢贸然与六怪 郭静动手 陆冠英 却不是他的匕首 黄荣纵身过去 双臂张开 问道 你头顶铁缸 在水面上走过 那是什么功夫 秋千任道 这是我的独门轻功 我外号铁杖水上飘 这便是水上飘了 黄荣笑道 啊 还在信口胡吹 你到底说不说 秋千任道 我年纪老了 武功已大不如前 轻身功夫 却还没丢荒 黄荣道 好啊 外面天井里 有一口大金银钢 你露露水上飘的功夫 给大伙开开眼界 你瞧见没有 一出厅门 左手 那只桂花树下面就是 秋千任道 一缸水怎能演功夫 他一句话未说完 突然眼前亮光闪动 脚上一紧 身子已倒掉了起来 梅朝风喝道 死到临头 还要嘴硬 独龙银鞭 跟他卷在半空 依照黄荣所说方位 银鞭青头 扑通一声 将他倒摔入鱼缸之中 黄荣奔到缸边 峨眉缸子一晃 说道 你不说 我不让你出来 水上飘 变成了水底酸 秋千任双俗 在缸底提灯 蒋奥月初 被他缸刺在尖头 轻轻一戳 又跌了下去 十连灵的探头出来 哭着脸道 那口缸 是薄铁皮做的 缸口封住 上面放了三寸深的水 那条小河吗 我先在水底下打了桩子 桩顶里水面五六寸 因此 因此你们看不出来 黄荣哈哈大笑 静静归坐 再不理他 秋千任跃出鱼缸 低头急去而出 梅超峰与陆成峰 刚才又哭又笑的斗了一场 秦仇凶杀之意 本以大见 得知师父病院逝世 惊吓喜欢 又听小师妹 连笑带笔 叽叽咯咯 说着求千任的事 哪里还放着下脸 映得起心肠 他沉音片刻 沉着嗓子说道 陆成峰 你让我徒儿走 扯在师父份上 他们前世不究 你赶我夫妇前往蒙古 哎 一切都是命该如此 陆成峰长叹一声 心倒 他丈夫死了 眼睛瞎了 在这世上孤苦伶仃 我双醉残废 却是有季有子 有家有业 比他好上了百倍 大家都是几十岁的人了 还去救援干什么 殿道 你将你徒儿领去就是 梅师姐 小弟明日动身 到桃花岛去探望恩师 你去也不去 梅朝峰颤声道 你敢去 陆成峰道 不得恩师之命 站到桃花岛上 原是犯了大规 但刚才给那求老儿 信口雌黄的乱说一通 我总是念着恩师 丧心不下 黄荣道 大家一起去探望爹爹 我带你们求情就是 梅朝峰呆立片刻 眼中两行泪水滚了下来 说道 我哪里 还有面目去见他人家 恩师怜我孤苦 叫我养我 我却狼子野心 背叛师们 突然间立身喝讨 只待复仇一报 我会自寻了断 想问奇怪 有种地站出来 今晚跟老娘拼个自活 陆师弟 小师妹 你们袖手旁观 两不相帮 无论谁死谁活 可不许插手劝解 听见了吗 柯震恶大大步走了听中 铁杖在方钻上一落 挡的一声 悠悠不绝 嘶哑着嗓子道 梅朝风 你瞧不见我 我也瞧不见你 那日荒山夜战 你丈夫死于非命 我们张五弟 却给你们害死了 你知道吗 梅朝风道 哦 这剩下六拐 可真恶道 我们答应了马玉 马道长 不再向你寻仇为难 今日 就是你来找我们 好吧 天地虽宽 咱们却总是有缘 处处碰头 老天爷不让六拐 与你梅朝风 在世上并生 尽招吧 梅朝风冷笑道 你们六人结上 朱松等 早站在大哥身旁相互 防梅朝风忽视毒手 这时 哥两兵任 国境王道 仍是让弟子 先挡一阵吧 陆成风听梅朝风 与六拐双方叫阵 心下好生为难 有意要替两下解冤 只恨自己 微不足以不重 亦不足以惊人 听到郭靖这句话 心念忽动 说道 各位且慢动手 听小弟一言 梅师姐与六拐 虽有素贤 但双方 均已有人不幸下事 以兄弟于见 今日直赌胜负 点到为止 不可伤人 六拐一敌六 虽是向来使然 总结不公 就请梅师姐 对这位郭老弟 交几招如何 梅朝风冷笑讨 我岂能跟无名小卑动手 郭靖叫道 你丈夫是我亲手杀的 与我师父何干 梅朝风悲怒交蹦 喝倒 乘势 先杀你这小贼 轻声变形 左手急叹 五指猛往 郭靖天灵盖查下 郭靖几月避开 叫道 梅前辈 晚辈当年无知 悟伤了陈老前辈 一人坐谁一人当 你只管问我 今日你要杀要寡 我绝不逃走 若是日后 你再找我六位师父 啰嗦 那怎么说 他料想今日 与梅朝风对比 多半要死在他爪底 却要解去师父们的为难 梅朝风道 你真的有种不逃 郭靖道 不逃 梅朝风道 好 我和江南六外之事 也是一笔勾销 好小子 跟我走吧 王龙教道 梅师姐 他是好汉子 你却叫江湖上英雄 笑歪了嘴 梅朝风怒道 怎么 王龙道 他是江南六侠的敌传弟子 六侠的武功 今年来以大非昔比 他们要取你性命 真是一如反掌 今日饶了你 还给你念子 你却不知好歹 尚才口出大言 梅朝风怒道 呸 不要他们饶 只有怪 你们武功大尽了 那就来试试 黄龙道 他们何必亲自和你动手 但是他们的弟子一人 你就未必能胜 梅朝风大叫 三招之内 我杀不了他 我当场撞死在这里 他在赵王府里 曾与郭靖动过手 甚至他武功底细 却不知数月之间 郭靖得九指神开 传授决意 功夫也延大计 王龙道 好 这里的人都是见证 三招菜少 十招吧 郭靖道 我陪梅前辈 走十五招 他只学了 想用十八掌 弄的十五掌 心想 把这十五掌 尽数使出来 或能抵挡地 做十五招 王龙道 就请陆师哥 和陪你来的这位客人 技术作证 梅朝风起祷 谁陪我来着 我单身闯庄 用的招谁陪 王龙道 你身后那位是谁 梅朝风反手捞出 快如闪电 众人也不见那穿 轻步长袍的人 如何闪躲 他这一抓 并没抓着 那人行动 犹如鬼魅 却也发出半点声响 梅朝风自到江南以后 这些日来 一直觉得身后 有点古怪 似乎有人跟随 但不论如何出言试探 如何擒拿抓打 始终摸不着半点影子 还倒是自己心生恍惚 因心生暗鬼 但那晚有人吹枭驱蛇 为自己解围 明明是有一位高人 窥死在旁 他当时曾望空败血 却无人搭枪 他在松树下等了几个时辰 中午半点声息 不知这位高人 与何时离去 这时听黄如这般问起 不仅大惊 颤声道 你是谁 一路跟着我干什么 那人恍若未闻 毫不理会 梅朝风向前急扑 那人似乎身子未动 梅朝风这一扑 却不乐了空 众人大惊 君觉这任功夫高得出奇 真是生平从所未见 路程风道 阁下远到来此 小可未可迎接 请坐下 供应一杯如何 那人转过身来 飘然出听 过了片刻 梅朝风又问 那晚吹消的前辈高人 便是阁下吗 梅朝风好生感激 众人不仅骇然 梅朝风用耳带目 以他听力之家 竟然听到这人出奇的声音 黄如道 梅师姐 那人已经走了 梅朝风惊道 他出去了 我 我怎么会听不见 黄如道 你快去找他吧 别在这里发威了 梅朝风待了半晌 脸上又显激烈之色 喝道 醒过的小子 接招吧 双手提起 食指金尖 在烛光下 发出闭悠悠的绿光 却不发出 郭静道 我在这里 梅朝风只听着他说了一个我字 右掌微晃 左手五指 以抓向他念门 郭静见他来招其诉 身子稍测 左臂反过来就是一场 梅朝风听到声音 但要相避 已是不及 强龙十八掌 招招惊妙无敌 喷了一声 正激在肩头之上 梅朝风正时被震得 退开三步 但他武功诡异之极 身子虽然退开 不知如何 手爪 把他急弓上来 这一招之急 郭静从所为欠 大惊之下 右腕 内观 外观 惠宗三穴 已被他同时拿住 郭静平时曾听师父言道 梅朝风的九云白锅爪 钻在对方明知不能发招之时 抱起急进 最是难闪难党 他初来与梅朝风动手 对此劫本已严加防范 岂知他招数变化无方 随被击中一掌 竟反过手来 立时扣住了他脉门 郭静暗叫 不好 全身一杆酸麻 危机中 右手取起十中两指 半拳半掌 向他胸口打去 那是乾隆勿用的半招 本来左手同时向里勾拿 右推左勾 敌人极难闪避 剑下左腕被拿 只得使了半招 强龙十八掌 威力极大 非指半招 也已非同小可 梅朝风听道 风声怪异 既非掌风 亦非拳风 盲侧身 卸去了一半来势 但肩头仍被打中 只剑一股极大力量 将自己身子 撞得向后撞出 右手集灰 也将郭静身子推出 这一下两人 都使上了全力 只听得 喷的一声大响 两人背心 同时撞住了一根听柱 屋顶上瓦片 砖石 灰土 纷纷跌落 重装钉齐声呐喊 逃出京去 将他六块 绵绵相去 都是又惊又喜 从而从哪里 学来这样高的武功 韩宝区忘了黄龙一眼 料想必是他的传授 心下暗暗佩服 桃花岛武功 果然了得 这时郭静与梅超风 各然所学 打在一起 一个长法精妙 力道尘蒙 一个抓打狠辣 变招奇幻 大厅中 只听得呼呼风响 梅超风 月前纵厚 四面八方的进攻 郭静知道 敌人招数太奇 跟着他 见招拆招 历史就会吃亏 记着洪基功 当日教他 对付黄荣 洛英神剑长的诀窍 不管敌人如何花样百出 千变万化 自己只是把 想用十八掌中的十五掌 连环往复 一遍又一遍地使了出来 这诀窍 果然使得 两人拆了四五十招 梅超风 竟不能逼近半步 只看得黄荣 笑竹扬开 六怪 脚折不下 陆氏赴死 目眩神迟 陆成风心想 梅世界功夫 精进如此 这次要是跟我动手 十烧之内 我哪里还有性命 这位郭老弟年纪轻轻 怎能有如此深战的武功 我真是走了眼了 幸好对他礼貌周到 丝毫没有轻忽 完颜康又肚又闹 这小子本来非我之敌 今后怎么还能跟他动手 黄荣大声笑道 梅师姐 拆了八十多招了 你还不认输 本来也不过六十招上下 他却又给加上了二十几招 梅朝风脑怒一场 心想 我苦练数十年 竟不能对付这小子 当下掌劈爪戳 越打越快 他武功与郭靖本来相去何止背书 只是一来他双目已忙 必须吃亏 二来为报杀夫大仇 不免心躁 犯了武学大计 三来郭靖年轻力壮 绝对了强龙十八掌的高招 两人竟打了个难解难分 堪堪将到百招 梅朝风就在这十五掌招法的脉络 已大致摸青 只他掌法威力极大 不能进攻 当下在离他仗鱼之外 奔来窜去 要累他利皮 施展着强龙十八掌 最使耗神费力 时候久了 郭靖掌励所及 果然已不如先前之远 梅朝风趁势急上 双臂直上直下 在取引白骨掌的招数之中 同时加了催心掌招法 黄龙之道 再度下去 郭靖必顶吃亏 不住叫道 梅师姐 一百多招了 快两百招了 还不认输 梅朝风充耳不闻 越打越急 黄龙凝机一动 纵身越到铸边 叫道 靖哥哥 瞧我 郭靖连发两招 力射大川 红剑一路 将梅朝风远远逼开 他都只见黄龙绕着柱子而奔 连打手势 一时还不明白 黄龙叫道 在这里跟他打 郭靖这才醒悟 回身前欲 到了一根柱子边上 梅朝风五指抓来 郭靖立即缩身住后 拖的一声 梅朝风五指已插入了柱中 他前面敌人拳锋脚步之声 而辨知对方所在 柱子 顾靖在地 久生息 郭靖在憨战时 悟然间躲到柱后 他哪里知道 带的惊觉 郭靖呼的一掌 从柱后打了出来 当下指的应接 左掌照着来势猛推出去 两人各自正开束步 他五指 才从柱间拔出 梅朝风恼怒一场 不等郭靖站定脚步 闪电般扑了过去 只听得吃的一声 郭靖一惊被扯脱了一截 臂上也被他手爪带重 静为受伤 他心中一领 还了一掌 拆不三招 又向柱后闪去 梅朝风大声怒吓 左手五指又插入柱中 郭靖这次却不成事相攻 叫道 梅前辈 我武功远不及你 请你手下留情 众人眼见郭靖一战上风 他以助而斗 将你立于不败之地 如此说法 那是给他面子 要他就此罢手 陆成风心想 这般了事 那是再好不过 梅朝风冷然道 若凭鄙是武功 我三招内不能胜你 早该服输任败 可是今日并非比武 乃是报仇 我早已输给了你 但非杀你不可 一眼方臂 双臂运劲 右手连伐三掌 左手连伐三掌 都击在柱子腰心 跟着大喝一声 双掌同时推出 喀喀喀一声响 那柱子居中而断 听上诸人都是一身武功 见机极快 眼见他发掌机柱 以各向外窜出 陆冠英抱着父亲最后奔出 只听得震天下一声大响 那听塌了半边 只有那兵马指挥使段大人逃避不及 两腿被一根巨粮压住 狂呼救命 文言康过去抬起梁木 把他拉起 扯着他的手 沉乱想走 两人刚转过身来 背后都是一麻 已不知被谁点中了穴道 梅朝风全身贯注在郭靖身上 听他从听中飞升而出 历史跟着扑上 这时庄前云众月暗 众人方一定神 只见郭媚二人又已斗在一起 清光细微之下 两条人影书分书合 掌风呼呼声中 夹着梅朝风运功时 骨节咯咯抱响 比之事才听上激斗 又为惊心动魄 国境本就不敌 昏黑之中更加不利 煞时间连遇显招 只见梅朝风左腿扫来 当下又足飞起 竟提他左腿近骨 只要两下一碰 他小腿飞断不可 哪只梅朝风这一腿乃是虚招 只踢出一半 呼得后跃 左臂却向他腿上抓下 陆冠英在旁看得亲切 惊叫道 留神 那是他小腿被抓 文康使得正是这一下手法 在这一瞬之间 郭靖已惊觉危险 左手猛地穿出 往梅朝风手腕上挡距 这是危机之中变招 招数虽快 尽力削弱 梅朝风和他手掌相交 历时察觉 手一翻 小指无名指 中指三指 已划上他手背 郭靖知道厉害 又长呼得急出 梅朝风侧身悦凯 纵神长笑 郭靖只敢左手背上 麻辣辣的有如火烧 低头一看 手背已被划伤 三条血痕中 似乎微淡黑色 早然间记起 蒙古崖顶上 梅朝风所留下的 九颗骷髅 马玉说他手爪上 未有剧毒 刚才手臂被他骚到 因为损肉剑血 未受击毒 这下可难逃厄运了 叫道 荣儿 我中了毒 不带黄荣回答 纵神上去 呼呼两掌 心想 只有擒住了他 逼他交出解药 自己才能活命 梅朝风察觉 掌风猛恶 早已悦开 黄荣等听了郭靖之言 五不大惊 柯神恶铁杖一百 六怪和黄荣七人 将梅朝风围在核心 黄荣叫道 梅师姐 你早就输了 怎么还打 快拿起药出来救他 梅朝风感到 郭靖长法伶俐 不敢分神答话 心中爱惜 你越是用劲 毒性越发得快 今日我就是命丧此地 夫仇总是报了 郭靖这时只觉头晕目眩 全身说不出的 书才松软 左臂更是酸软无力 渐渐不予伤敌 这正是毒发之下 若不是他不过 腹蛇饱血 已然毙命 黄荣见他脸上 懒颜扬带 四笑非笑 大声叫道 靖哥哥 快退开 拔出额眉刺 就要扑向梅朝风 郭靖听了他呼叫 精神呼震 左掌排出 那是翔鸿十八掌中的 第十一掌 突如其来 只是左臂酸麻 去世缓慢至极 黄荣 韩宝须 南七人 全金发四人 正在同时向梅朝风供去 却见郭靖这掌轻轻拍出 他却不闪不避 一掌正中尖头 正时摔倒 原来梅朝风对敌 拳棚双尔 郭靖这招去世极缓 没了风声 哪能查之 黄荣一正 韩 南拳三人 已同时扑在梅朝风身上 要将他按住 却被他双臂立阵 韩宝须全金发 邓记被他甩开 他跟着回手 向南西人抓去 南西人见来是厉害 着地滚开 梅朝风已称识跃起 不提防上位站稳 背上又中了郭靖一掌 再次扑的跌倒 这一掌又是输来无声 难避难挡 只是打得缓了 力道不强 虽然击中在背心要害 却未受伤 郭靖打出这两掌后 神志已感迷糊 身子摇了几摇 一个亮枪跌了下去 正躺在梅朝风的身边 黄荣急忙俯身俱服 梅朝风听着声响 人位站起 无耻已戳了过去 图决纸上齐痛 立时醒悟 知识戳中了黄荣身上 软胃甲的牵刺 急忙一个驴打挺乐器 只听着一人叫道 这个给你 风声响出 一件古怪的东西打了过来 梅朝风听不出是什么兵刃 又必挥出 咔嚓一声 把南武打折在地 却是一张椅子 当觉奇怪 只听风声激荡 一件更大的东西 又急飞过来 当即伸出左手抓拿 轻摸到一张桌面 又光又滑 无所措手 原来 朱聪先制出异议 在藏身于一张 紫檀方桌之后 握着两条桌腿 向他撞去 梅朝风 飞脚踢开桌子 朱聪早已放脱桌脚 右手前身 将三件活东西 放入了他的衣领 梅朝风突接胸口 几件冰冷滑溺之物 乱钻蹦飘 不由得 吓出一身冷汗 惊道 这是什么古怪暗器 还是巫术腰把 急忙伸手入医 一把抓住 却是极尾金鱼 手术一斤 一斤更是不小 不但怀中 盛放解药的瓷瓶 布置具象 连那柄匕首 和剪在匕首上的 九云真经经文 也是踪迹全无 他心里一凉 更是不动 呆礼当地 原来先前 巫柱倒下 压迫了金鱼缸 金鱼留在壁上 朱聪知道 梅超峰 知觉极灵 手法又快 远非鹏连虎 求千任 诸人所及 是一捡起三位金鱼 放入他的衣中 先让他吃惊分神 再是空空妙手 爬了他怀中个物 他拔开此临栽子 送到柯震恶鼻端 医生道 怎样 柯震恶是使用毒物的大行甲 一闻药味变道 内服外服 都是这样 梅超峰听到话声 猛的乐体 从空扑制 柯震恶 摆弦膜上挡住 韩宝区的金鸿鞭 拳击发的衬杆 南西人的纯钢扁弹 三方同时攻倒 梅超峰伸手去腰里拿毒鸿鞭 只听风声萨然 有冰刃刺向自己手腕 指着翻手滑了一招 离开韩晓莹的长剑 那边朱聪将解药交给黄荣 说道 给他服一些 服一些 顺手把梅超峰身上套来的匕首 往郭靖怀里一栽 道 这原来是你的 梁其铁扇 上前加工梅超峰 七人一边十余年 各自勤修苦练 无补功力大进 这一场恶斗 比之当年荒山夜战 更是狠了数倍 陆成峰父子瞧得木须神骇 君想 梅超峰的武功 固然灵力无助 江南七怪 也却是名下无虚 陆成峰大叫 可谓罢手 听在下一言 但个人剧斗正憨 却哪里住得了手 国境服药之后 不多时 以神志清明 那毒来得快 去得也素 窗口虽然疼痛 但左臂一颗转动 当地跃起 奔道核心 先前 他蹭巧 以慢掌格手 这时已学到了诀窍 看准空隙 慢慢一掌打出 将要出到梅超峰身子 这才突失尽力 这一招震惊百里 威力其大 梅超峰事先 全无正照 突然中掌 哪里支持得住 邓时跌倒 国境弯腰 抓住韩保区与南西人 同时击下的兵人 叫道 师父 饶了他吧 当下和江南六怪 一起向后跃 梅超峰翻身站起 知道郭靖如此打法 自己眼睛瞎了 万难抵抵 只有抖起 足龙边护身 叫他不能欺净 郭靖说道 我们也不来难为你 你去吧 梅超峰收起银边 说道 那么把经文还我 朱聪一愣 说道 我没难以的经文 江南七怪 向来不打广语 他却不知 包在匕首之外的那块人皮 就是九阴真经的经文 梅超峰知道 江南七怪 虽与他有深仇大怨 但个个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 绝不至说谎欺人 那必是刚才与郭靖过招时 跌落了 心中大吉 俯身在地下摸索 摸了半天 哪里有经文的踪迹 众人见他一个瞎眼女子 在瓦礼之中 焦急万分的东藩西巡 都不仅犹然而起 怜悯之面 陆成峰道 管英 你帮梅师伯找找 心中却讲 这部九阴真经 是恩师之物 该当奉还恩师才是 当即咳嗽两声 陆管英会议 点了点头 郭靖也帮着找群 去哪件有什么经书 陆成峰道 梅师姐 这里确然没有 只怕你在路上掉了 梅超峰不答 仍是双手在地上 不住摸索 突然间个人眼前已花 只见梅超峰身后 又多了那个青袍怪人 他身发好快 个人都没看清他如何过来 但见他一伸手 一抓住梅超峰背心 提了起来 转眼之间 已没入了庄外林中 梅超峰空有一身武功 被他抓住之后 竟是丝毫不能动态 众人带着惊觉 一直见到两人的背影 个人面面相觑 半闪不语 但听得湖中 波涛拍案之声 时作时歇 过了两酒 车阵恶方道 小徒与那恶父相斗 死了宝庄划煞 即是过意不去 陆成峰道 六侠与郭兄 今日立临 使碧庄老小幸免遭难 菜下香榭尚且不及 可大家这样说 未免太见外了 陆管音道 请各位到后庭休息 郭世兄 你窗口还痛吗 郭靖刚答的一句 没事了 眼前轻盈飘动 那情依怪客与梅超峰 又已到了庄前 梅超峰插手而立 叫道 姓郭的小子 你用红旗公所传的 祥用十八掌打我 我双眼盲了 因此不能抵挡 姓梅的活不久了 胜败也不放在心上 但如江湖间传言出去 做到梅超峰 打不过老叫花的传人 岂不是对了我 桃花岛恩师的威名 来来来 你我再打一场 郭靖道 我本不是你的对手 全因你眼睛不变 这才得保性命 我早认输了 梅超峰道 想用十八掌 共十八招 你为什么不使权了 郭靖道 只因我性子余论 黄蓉连打手势 叫他不可吐露底细 郭靖却仍是说了出来 红前辈只传了我十五掌 梅超峰道 好啊 你只会十五掌 梅超峰就败在你的手下 红奇功的老敲花 就这么厉害吗 不行 非再打一场不可 众人听他语气 似乎以不求报杀夫之仇 变成了黄耀师 与红奇功的声名威望之证 郭靖道 黄姑娘小小年纪 我尚不是他的对手 何况是你 桃花岛的武功 我是向来敬服的 黄龙道 梅师姐 你还说什么 天下难道还有谁 胜得过爹爹的 梅超峰道 不行 非再打一场不可 不等郭靖答应 伸手抓将过来 郭靖被逼不过 叫道 既然如此 请梅前辈 请梅前辈指教 徽掌排出 梅超峰 翻腕亮爪 叫道 打无声掌 有声的 你不是我的对手 郭靖月开树谱 叫道 我柯大恩师 眼睛也不方便 别人若用这般 无声掌法击他 我必恨之入骨 将心比心 我岂能再对你如此 是才我 中你图抓 生死关头 不得不以 无声掌保命 若是比武较量 如此 太不光明磊落 晚辈不敢从命 梅超峰听他说得真诚 心中微微一动 这少年倒也硬气 随即立声喝道 我既叫你打无声掌 似有破你之法 婆婆妈妈的 多说什么 郭靖向他情依怪客 望了一眼 心道 难道他在片刻之间 便教了梅超峰 对付无声掌的法子 见他苦苦相破 说道 好 我再接梅前辈十五招 他想 把翔十八掌中的十五掌 再打一遍 纵使不能胜得过他 也必可以自保 当下向后跃看 然后聂族上前 缓缓发掌打出 只听在身旁 吃的一声惊响 梅超峰勾外反拿 看出了他手臂抓来 昏暗之中 他双眼似乎竟能看得清清楚楚 郭靖吃了一惊 左掌急缩 想向左方 一招立射大川 仍是缓缓打出 他手掌刚出数寸 吃的一声过去 梅超峰便以知他出手的方位 抢在头里 以快打慢 郭靖退避烧时 险些被他手爪扫中 惊急之下 急忙后跃 心想 他知我掌势去路 已经奇怪 怎么又能在我将发未发之际 先行料到 第三招更是阵重 正是他拿手的 烫龙游回 只听在吃的一声 梅超峰如钢四铁的五只手爪 又已向他万上抓来 郭靖知道 关键必在那吃的一声中 到第四招时 向那轻衣怪客望去 只见他手指惊弹 一小粒石子破弓飞出 郭靖已然明白 原来是他弹石子之点方位 我打东 他头向东 我打西 他头向西 不过 他怎料得到我长法的去路 嗯 是了 那日荣儿与梁子翁相斗 胡锡公一先呵护他的全路 也就是这个道理 我十满十五招 认书变了 那翔龙十八掌 无甚变化 郭靖已为学权 虽然每招威力其大 但梅超峰记得 预知他掌溢来势 自能及早闪避化解 又差数招 那轻衣怪客 忽然痴痴痴 接连弹出三颗石子 梅超峰变手围攻 猛下三计杀手 郭靖勉励化开 还了两场 两人相斗见警 只听得掌风呼呼之中 夹着痴痴痴 弹石之声 黄荣剑情势不妙 从地上捡起一把瓦铃碎片 有些在空中乱志 有些就照着了 那怪客的小石子头去 一来扰乱声响 二来打歪他的准头 不料怪客至上加定 小石子弹出去的力道 尽其之极 破空之声 异常响亮 黄荣所致的瓦片 固然打不到石子 而小石子发出的响声 也绝技扰乱不了 陆石赴死 即将的六怪都极惊异 此人单凭手指之力 怎么能把石子 弹得如此尽急 就是铁拆弹弓 也不能弹出这般大声 谁要是中了一弹 岂不是脑破胸川 这时黄荣已然助手 呆呆地望着那个怪客 这时郭靖已全处下风 维超风至极机仙 朝朝都是灵力至极的杀手 突然间 呜呜两响 两颗石弹破空飞出 前面一颗飞的叫唤 后面一颗急速赶上 两弹啪的一声 在空中撞得火星四箭 石子碎片八方乱射 梅超风借着这股威势直扑过来 郭靖见来势凶狠 难以抵挡 想起男戏人那 打不过逃的四字诀 转身便逃 黄荣突然高叫 爹爹 向那轻衣怪客奔去 扑塞他的怀里 放声大哭 叫道 爹爹 你的脸 你的脸 怎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郭靖回过身来 见梅超风站在自己面前 却在侧耳倾听 实弹声音 这烧纵机师的梁机 哪能放过 当地身掌 慢慢拍向他肩头 这一次 却是用了实陈力 右掌力拍 左掌跟着一下 力道尤其沉默 梅超风扑着连续两掌 打着翻了个筋头 倒在地上 再也爬不起身 路程风听黄荣 叫那人做爹爹 悲喜焦急 帮了自己腿上残废 突然站起 想要过去 也是一跤帅倒 那轻衣怪客 左手搂住了黄荣 右手慢慢从脸上 接下一层皮来 原来 他脸上戴着一张 人皮面具 是一看上去 诡异古怪之极 这本来念梦一漏 但见他 形象轻硕 风词倦爽 销书宣举 湛然若神 黄荣眼泪未干 高声呼叫 抢过了面具 照在自己脸上 纵皮入怀 抱住他的脖子 又笑又笑 这轻衣怪客 正是桃花岛岛主 黄荣笑道 爹 你怎么来了 当才那个姓裘的 造老头子 咒你 你也不来教训 教训他 黄荣诗沉着脸道 我怎么来了 来找你来着 黄荣喜道 爹 你的心了了 那好奇了 好奇了 说着拍掌而呼 黄荣诗道 了什么心愿 为了找你这个鬼丫头 还管什么心愿不心愿 黄荣甚是难过 他之父亲 曾得了九云真经的下卷 上卷虽然得不到 但发下心愿 要凭着一己的聪明智慧 从下卷而自创上卷的内功基础 说道 九云真经也是凡人所做 别人做得出 我黄荣诗便做不出 若不练成京中所宰武功 便不离桃花岛一步 岂之下卷经文 被陈玄峰 雷超峰盗走 另做上卷经文 也就变成了全无拙落 这次为了自己顽皮 竟害得他 伪怨破事 当下阮宇说道 爹 以后我永远乖了 到死都听你的话 黄荣诗见爱你无恙 本意喜极 又听他这样说 心情大好 说道 扶你师姐起来 黄荣过去将梅超峰拂起 陆冠英也将父亲拂来 双双拜倒 黄荣诗叹了口气 说道 成峰 你很好 起来吧 当年我性子太急 错怪了你 陆成峰哽言道 师父 你老人家好 黄荣诗道 总算还没给人气死 黄荣吸引笑两个道 爹 你不是说我吧 黄荣诗哼了一声 你也有份 黄荣伸了伸舌头 道 爹 我跟你引见几位朋友 这是江湖上有名的江南六怪 是静哥哥的师父 黄荣诗眼睛一翻 对六怪毫不理睬 说道 我不见外人 六怪见他如此傲慢无礼 无不勃然大怒 但正于他的威名 与世才所显得武功神通 一时倒也不变发作 黄荣诗向女儿道 你有什么东西要拿 咱们这就回家 黄荣笑道 没有什么要拿的 却有点东西 要还给陆师哥 从怀里掏出那包 酒花一路碗来 交给陆成风道 陆师哥 这些药丸调之不易 还是还了你吧 陆成风摇手不接 向黄荣诗道 弟子今日得见恩师 只是万千之喜 要是恩师 能在弟子庄上小住几日 弟子更是 黄荣诗不答 向陆冠英一直道 他是你儿子 陆成风道 是 陆冠英不待父亲吩咐 王上前恭恭敬敬地 磕了四个头 说道 孙儿叩见师祖 黄荣诗道 罢了 并不俯身相扶 却伸左手 抓住他后心一皮 右掌便向他肩头拍拢 陆成风大惊 叫道 恩师 我就指这个儿子 黄荣诗这一掌 尽道不小 陆冠英肩头背击后 站立不住 退后七八步 但是仰天一交接道 但没受丝毫损伤 正正地站起身来 黄荣诗对陆成风道 你很好 没把功夫传打 这孩子是仙霞菜门下的吧 陆成风才知 师父这一提一推 是是他儿子的武功家属 蒙道 弟子不敢为了师门规矩 不得恩师允准 绝不敢将恩师的功夫 传授旁人 这孩子正是败在仙霞派 枯木大师的门下 黄荣诗冷笑一声 道 枯木这点威莫功夫 也称什么大师 你所学 圣草百倍 打从明天起 你自己传儿子功夫吧 仙霞派的武功 跟咱们提鞋子也不配 陆成风大喜 忙着儿子的 快 快谢过祖师爷的恩典 陆管英又向黄药师 磕了四个头 黄药师昂起了头 付下理睬 陆成风在桃花岛上 学的一身武功 虽然双腿残废 但手上功夫未费 心中又深知武学精益 眼见自己独子 虽然练武甚勤 终以为得名师指点 成就有限 自己明明有满肚子的武功诀窍 可以教他 但隔于门规 未敢泄露 为了怕儿子吃馋 索性 一直不让他知道自己会武 这是自己 崇德烈于恩师门墙 由他师父云可教子 艾斯武功 值日可以大敬 心中如何不喜 要想说几句感激的话 猴头却耿住了 说不出来 黄药师白了他一眼 说道 这个给你 右手清灰 两张白纸向他一掀一扣地飞去 他与陆成风相聚一仗有余 两叶宝纸轻飘飘地飞去 犹如被一阵风送过去一般 宝纸上无所使力 推迟极远 只比投掷数百斤大石更难 众人无不轻浮 黄药甚是得意 敲声向郭靖道 靖哥哥 我爹爹的功夫怎样 郭靖道 令尊的武功出神入化 勇儿 你回去后 莫要贪玩 好好跟着学 黄荣急道 你也去啊 难道你不去 郭靖道 我要跟着我师父 过些时候我来瞧你 黄荣大急 紧紧拉住他手 叫道 不 不 我不和你分开 郭靖确实在是 不得不和他分离 不仅心中凄然 陆成风接入白纸 一席剑的纸上写满了字 陆冠英从庄丁手里 接过火把 凑进去 让父亲看字 陆成风一撇之下 这两张纸上 写的都是亮宫的口诀药纸 却是黄荣师的亲笔 二十年不见 师父的自己 更加囚禁挺拔 第一页上 右手写的题目 是 旋风扫夜腿打六字 陆成风知道 旋风扫夜腿 与洛营神剑长 就是师父早年自创的 得意武技 六个弟子 无一得传 如果昔日得着 不知道有多欢喜 献下自己 所以不能再练 但可转手而死 仍是师父厚恩 当下恭恭敬敬的 放入怀内 福地败谢 黄荣师道 这套腿法 和我早年所创的 已大不相同 招数虽是一样 但这套 却是先从内功练起 你每日依照公爵打坐练气 要是尽情的快 五六年后 便可不用拐杖行走了 陆成风又背又喜 百感交集 黄荣师又道 你腿上的残疾 是治不好的了 下方功夫 也不能再练 不过 照着我这公爵去坐 和常人一般 慢慢行走 却是不难 他早已自恨 当年泰国心急躁怒 重罚了四名 无辜的弟子 近年来 潜心创出这 眷风扫月腿的 内功秘诀 便是想去传给四名弟子 好让他们能修习下盘的内功之后 可以回复行走 只是他素来要强好胜 虽然内心后悔 口上却不肯说 因此 这套内功明明是全部新创 仍是用上一个全部相干的救命 不肯烧漏 认错不过之意 过了片刻 又导 你把三个师弟都去找来 把这公爵传给他们吧 陆成风答应一声 是 又导 曲师弟和冯师弟的行踪 弟子一直没能打听到 武师弟已经去世多年了 黄药师心里一痛 一对金光闪亮的毛子直射在梅超峰身上 他瞧不见到也罢了 旁人 无不心中坠坠 黄药师冷然道 超峰 你做了大饿 也吃了大苦 刚才那求老儿咒我死了 你总算还哭出了几滴眼泪 还要替我报仇 瞧在这几滴眼泪份上 让你再活几年吧 梅超峰万了不到 师父会如此轻易的便饶了自己 急出望外 带倒在地 黄药师讨 好 好 伸手在他背上轻轻拍了三掌 梅超峰突厥 背心微微刺痛 这一惊险晕晕去 颤生叫道 恩是 弟子罪该万死 求你恩准献下立即处死 宽免了复古真的苦行 他早年曾听丈夫说过 师妹有一项复古真的独门案情 只要伸手在敌人身上轻轻易拍 那针便伸入肉里 牢牢定在骨骼的关节之中 针上未有毒药 药性却是慢慢发索 每日六次 按照血脉运行 叫人尝遍诸般难以言传的剧烈苦痛 一时又不得死 要折磨到一两年后 帮取人性命 武功好的人如运功抵挡 却是越挡越痛 所受苦楚 犹如火上加油 更极剧烈 但凡有武功之人 到了这个地步 又不责不咬紧牙关 强于内力 明知是引阵直合 下次毒发时更为猛烈 然而也只好挡地一阵 斥一阵 梅超峰知道 只要中一枚针 已是进了人间地狱 何况连中三枚 走起毒笼边 猛往自己头上砸去 黄药师一伸手 一向毒鞭抢过 能量得到 其什么 要死还不容易 梅超峰求死不得 心想 师父必是要我尽受苦痛 绝不能让我如此便宜地辩死 不仅惨然一笑 向郭敬道 妥协你一刀把我丈夫杀了 这贼汉子到此地轻松自在 黄药师道 复古针上的药性 一年之后方才发作 这一年之中 有三件事给你去做 你扮成了 到桃花岛来见我 自有法子给你拔针 梅超峰大喜 忙道 弟子赴汤导火 也要给恩师办到 黄药师冷冷地道 你知道我叫你做什么事 胆得这么快 梅超峰不敢言语 只刺磕头 黄药师道 第一件 你把举人真惊丢失了 去给我找回来 要是给人看过了 就把他杀了 一个人看过 杀一个 一百人看过 杀一百个 只杀九十九人 你别来见我 众人听了 心中都改一阵寒意 将他六怪心想 黄药师号称东邪 为人行事 真是邪得可以 就听他又道 你取鹿五逢四个师兄弟 都因你受累 你去把林峰 莫峰找来 再去查访 棉峰的家人后寺 都送到归云庄来居住 这是第二件 梅超峰一一答应了 陆成峰心想 这件我可举办 但他知道师父脾气 不敢察言 黄药师仰头向天 望着天边北斗 缓缓地道 就因真经 是你们自行拿去的 经上的功夫 我没吩咐教你练 可是你自己练了 你该当知道怎么办 隔了一会儿 说道 这是第三件 梅超峰一时 不明白师父之意 垂手沉思片刻 方才恍然 颤绳道 带那两件事半绳之后 弟子当把 就因呆国爪和崔心斩的功夫 去掉 郭靖不懂 拉拉黄荣的衣袖 颜色中 适宜相寻 黄荣脸上 神色甚是不忍 用右手 在自己左手手腕上一展 郭靖这才明白 原来 是把自己的手展了 心想 梅超峰虽然 作恶多端 但要是真能悔改 何必刑罚如此残酷 倒要荣儿 带他求求情 正在想这件事 黄荣师 忽然向他招了招手 道 你叫郭靖 黄荣师忙上前拜祷 说道 弟子郭靖 参见黄老前陪 黄荣师道 我的弟子 陈玄峰是你杀的 你本事可不小啊 郭靖听他语意不善 心中一领 说道 那时弟子年幼无知 给陈前辈擒住了 慌乱之中 失手伤了他 黄荣师哼了一声 冷冷的道 陈玄峰虽是我们叛徒 只有我们门人中杀他 桃花岛的门人 能叫外人杀他吗 郭靖无言可答 黄荣忙道 爹爹 那时候他只有六岁 又懂得什么了 黄荣师犹如不闻 又懂 红老教花送来不肯收弟子 却把最得意的祥语十八掌 传了给你十五掌 你必有过人的长处了 要不然 总是你花言巧语 红的老教花欢喜了你 你用老教花所传的本事 打败了我们一下弟子 哼 下次老教花见了我 还不有的他说嘴的吗 黄荣笑道 爹 花音巧语倒是有的 不过不是他 是我 他是老石头 你别凶巴巴的吓坏了他 黄荣师丧妻之后 与女儿相依为命 对他宠爱无比 因之把他惯得甚是骄纵 毫无规矩 那日被父亲责骂几句 竟然便离家出走 黄荣师本来料想 爱你流落江湖 必定憔悴苦楚 哪知一见之下 却是娇艳 由盛往昔 见他与郭靖神态亲密 处处回护于他 似乎反而与老父生分了 心中颇有度议 对郭靖更是有气 当下不离女儿 对郭靖道 老教花讲你本事 让你来打败梅超风 明明是笑我门下无人 各个弟子都不争气 黄荣蒙道 别 谁说桃花岛门下无人 他欺民世界眼睛不变 长法上 找性差了些便宜 有什么稀罕 你倒叫他绑上眼睛 跟门世界比划比划看 女儿给你出这口气 纵身出去 叫道 来来 我用爹爹所传 最寻常的功夫 跟你洪七空 生平最得意的长法比比 他知郭靖的武功 和自己不相上下 两人只要拆解数十招 打个平手 爹爹的气也就消了 郭靖明白他的用意 见黄药师为家阻拦 说道 我向来打你不过 就再让你揍一拳吧 当即走到黄荣身前 黄荣鹤道 看招 牵手横逼 搜搜风响 正是洛英神剑掌法中的 语疾疯狂 郭靖便以降龙十八掌 招数对敌 但他爱惜黄荣之极 哪肯使出全力 可是降龙十八掌 全凭进墙力蒙取胜 想到招数反腐其患 即是洛英神剑掌法之笔 只拆了数招 身上连中数掌 黄荣要消父亲之气 这几掌还是打得珍重 心知郭靖 筋骨强壮 这几下还能受得了 高声叫道 你还不服输 口中说着 手却不停 黄荣师铁青了脸 冷笑道 这种把戏 有什么好看 也不见他身子晃动 呼得已然凄近 双手分别抓住了两人后领 向左右指出 虽是同样一致 劲道却大有不同 至女儿的左手 只是将他甩出 至郭靖的右手 却运力甚强 随心要重重摔他一下 郭靖身在半空 使不出力 只觉不由自主地向后倒去 但脚高一着地 立时牢牢定住 竟为摔倒 他要是一跤摔得口肿面轻 半天爬不起来 倒也罢了 这样一来 黄荣师虽然按赞 这小子下盘功夫不错 怒气反而更止 贺道 我没弟子 只好自己来接你接掌 郭靖忙躬身道 弟子就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和前辈过招 黄荣师冷笑道 四 和我过招 量你这小弟不配 我站在这里不动 你把想用十八掌 一掌掌的向我身上招呼 只要引得我稍有闪地 举手割挡 就算是我栽了 好不好 郭靖道 弟子不敢 黄荣师道 不敢也要你敢 郭靖心想 到了这步田地 不动手万万不行 只好打他几掌 他不过是要接力打力 将我反振出去 我摔几脚又有什么 黄荣师见他上次质疑 但脸上已有跃跃欲试之色 说道 快动手 你不出招 我可要打你了 郭靖道 即使前辈有命 弟子不敢不遵 运气世子 蹲身躯壁 画圈击出一掌 又是练得最熟的那招 抗拢有悔 他既担心 真的伤了黄荣师 也怕若用全力 回击之近 也比其大 事宜只使了六成力 这一掌打到黄荣师胸口 突却他身上刮不溜手 犹如涂满了油一般 手掌一划 便溜了开去 黄荣师道 干嘛 瞧我不起吗 怕我吃不住 你神庙威猛的降龙掌 是不是 郭靖道 辟子不敢 这第二掌 龙月再冤 却再也不敢流利 吸一口气 呼的一响 左掌前探 右掌输的从左掌底下穿了出去 只记得小腹 黄荣师道 撤传下个样子 当日红旗公交锅竟在松树上市长 要他掌一桌树 立即使劲 方有催肩破墙之功 这时他依着千列万事过的法门 只见微微触到黄荣师的一员 立时发劲 不料就在这劲已发出 立位受着的一瞬之间 对方小腹突然内见 只听得咔一声 手腕已是脱臼 他这掌若是打空 自无关爱 不过是白使了力气 却再明明以为 击到了收力之处 而发出的急劲 拙劲的所在 忽然变得无影无踪 但要收尽 哪里还来得及 只肝手上剧痛 忙遇开树枝 一只手已举不起来 将那六块 将黄荣师果真一不闪避 二不还手 身子未动 一招之间 就把郭静的腕骨 窃脱了救 又是佩服 又是担心 只听黄荣师喝道 你也吃我一掌 让你知道 老叫花的降龙十八掌厉害 还是我桃花岛的掌法厉害 鱼身方毕 掌风已闻 郭静忍痛重疾 要向旁躲避 哪只黄荣师掌位置 腿先出 一拨一勾 郭静扑得倒了 黄荣精道 跌跌跌跌打 从旁窜出 坐在郭静身上 黄荣师便掌围抓 一把拿中女儿背心 提了起来 左掌却直踢下来 将那六怪知道 这一掌打着 郭静非死也比重伤 一起抢过 前进发站的最近 衬杆上的铁锤 竟其他左手手腕 黄荣师将女儿在身旁一放 双手任意挥洒 便将拳击发的衬杆 与韩小柔手中长剑夺下 凭剑鸡感 铛铛一响 一剑一秤 这也没四截 陆成风叫头 师父 将出言建筑 但与师父 积为之下 再也不敢 接下口气 黄荣笑道 爹 你杀他吧 我永远不再见你了 急步飞向太湖 波的一声 跃入了湖中 黄荣师惊怒消极 虽之女儿 身同水性 最小就常在 东海波涛之中 与鱼鳖为戏 曾日不上岸 也不算一回事 但他这一去 却不知何日再能重建 飞身抢到湖边 黑沉沉之中 只见一条水线 笔直的通向湖心 黄荣师待礼半赏 回过头来 见朱聪已替郭靖 接上了万古所托的旧 当即牵动于他 冷冷的道 你们七个人 快自杀吧 免得让我出手时 多吃苦头 柯震恶横过铁杖 说道 男子汉大丈夫 死都不怕 还怕吃苦 朱聪道 江南六怪已归故乡 近日埋谷五湖 尚有和汉 六人或是兵刃 或是空手 不成了营体的阵势 郭靖君想 那位师父 哪里是他的敌手 只不过是网宋的性命 岂能因我这故 而喊师父 急忙纵身上前 说道 陈玄丰是弟子杀的 与我中卫师父无干 我一人给他抵命便了 谁又想到 大师父 三师父 七师父 都是兴念如火 倘若见我丧命 七肯罢手 毕竟又起争斗 我须独自了结此事 当下挺身 向黄耀师昂然说道 只是弟子 复仇未报 前辈可否宽限一个月 三十天之后 弟子亲来桃花岛临死 黄耀师这时怒气渐消 又是激发的女儿 已无心思再去理她 手一挥 转身就走 众人不仅愕然 怎么郭静只凭这一句话 就轻轻意意地将他打发走了 只怕他更有厉害毒辣手段 且见他黑暗之中身形摇晃 一字不见 陆成风呆了半嗓 才道 请各位到后堂稍息 梅超风哈哈一笑 双袖挥起 已反跃出仗雨之外 转身也没入了黑暗之中 陆成风叫道 梅师姐 把你弟子带走吧 黑暗中沉寂无声 梅超风早已起源 第十四回完 他们会不会八月之后 五分钟 还有我们下转的 白暗中沉寂 但是一回来 我们下转的 都要回答 但林尔 我们下转的 给我们下转的